啦 当你听到高传 自信 宝石捷 还有高传 青年鸭子 懂的都懂 I'm back bab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伙告诉大家带你看这项饭的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年了 我从上一台G3到992G3 我足足等了又三年 所以我回到洛杉矶第一件事 就是把992G3开出来 好好的感受一下 它驾驶到底怎么样 它到底是多好 到底多厉害 把它真实的感受分享给大家 这台车我第一次见到它 实车的时候真的快流下眼泪了 因为它就一个字形容艺术品 真的就是艺术品 它真的太好看了 这台车 我现在特意穿搭 红色 911 然后这车就是 它比普通992的颜值的提升 真的不是一个档次 就是提升了真的很多很多 可能也确实是因为我没见过之前 所以 而这台车虽说没有已经在国内 但它确实已经是上市一两年的车型了 我相信车迷们对它的外观内饰基本功能都很熟悉了 我也不要再浪费时间去介绍 我就上车 跑山 把它这个驾驶力气真的开起来 好好的感受一下 使劲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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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Let's do it 车钥匙解锁 Let's do it Cast Me From The Great Play These Little Game Acting All Okay 2Day1 Cast Me From The Great Cast Me From The Great Play These Little Game Acting All Okay 2Day1 2Day1 Cast Me From The Great 这个方向盘 小李你摸摸多细 你摸一下 就有时候 摸你细的感觉 行走的摸你细呢 挡霸 即使是PDK 就乍一看就是手动打 对吧 就是耍帅 握把 握的感觉 完全不影响 我非常开心 他没有沿用992的那种 麻将牌挡霸 就让人就看着 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拖肉 但这个就看着就是 有变 没拖 减重 扔掉 OK Let's go 你知道我想吃什么吗 小李 吃什么 我回国这两年多啊 我一直在想念 伊安澳那口 多汁的牛肉汉堡 先去吃一个 咱们就drive through 一个 抓紧时间 行 drive through 一个 一吃 直接走 我要做第一个 在俄静市领域上 吃廉价汉堡的男人 哈哈哈哈 走到dabu dabu 换你 and run the combo dai coke for both yeah for both first window OK OK thank you you can usedai coke to try ketchup thank you yes please okay there you go you're all set thank you you too you too 嗚呼呼呼 你知道我很惊讶一点是什么吗 这两三年美国物价疯涨 各种快餐都涨了 蛋烟out价格几乎每变 就是跟我印象中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很惊讶很惊讶 你多点了啥 dai coke 啊可以可以 可以吧 我知道你最近在跳 你最近在跳刘公宏 要健堂 哎呀都懂 咱们都是同胖中人啊 哈哈 我先吃了啊 吃不阿泽 哦这个cheese 这个牛肉 这个cheese 哈哈哈哈 为什么不去餐厅里吃 餐厅里没有这么好的桌子 哈哈哈哈 今天 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之一 街上这么多过往的车辆 很多人看我眼神不太对 但没办法 对不起兄弟们 我就是想炫耀 我就是要在额镜市围里上 吃烟哦 额镜市尾翼 这个设计 真的见到实测 大家我目前看 大家都觉得好看 但是当时刚发布的时候 很多人看图就觉得什么 嗯 头 过于激进 过于怎么怎么着 一出之后真香 真香 来来一个真香 所以说什么 就这些工程师 他们的审美 绝对是走在咱们前面的 咱们以后吧 不要急着看个什么图 就妄加评判着 好不好看 咱们这个审美 咱们的这个格调 跟人工程师一比 是什么 草民 上次我见到这个额镜市尾翼 是在宾利欧路GT3的赛车上 但是远没有992GT3 用这个尾翼带来了这么大的影响力 就是带来了 让这么多人所知道这个东西 它四段可调 原厂四段可调 最最大的时候呢 比上一代GT3增加50%的下压力 这个我就觉得在美观好看的同时 它太实用了 包括整个车的空气动力学 我觉得911都是这个样的 它没有张牙舞爪 对吧你看 它整个的空气动力学 并不是说像其他的超跑那样 那么的 夸张 这台车看起来还是一样圆润 对吧 优雅 好看 但是他们工程师同样 花了160个小时在风洞里 去调整 去调试这台车的空气动力 我觉得这就为什么 主要就是 他就是深得人心 因为他的这些性格 他做事的这种方式 OK 就是 顶 对吧 我不需要张牙舞爪的 靠这些东西 靠一些东西去吸引别人 你看前面他这个风水 靠气的地方 靠风的地方 这该有的都有 什么玩意 好烫好烫 不行我要拿出来 哇 很尊重我的老婆 就说 怪不到我觉得最近 就是说这个车操控 不是那么平衡 现在就可以跑山了 EMOTIONAL DEAD 就这台车啊 它在日常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城市里的时候 如果这个路况 不是非常的平 平的话 普通 哪怕是normal模式 就是最舒适的这个模式 感觉是比人要颠的 那就是非常的硬 非常的颠 但是上了这种 freeway 就这种快速路 路况稍微会好一些 这个 这个车跑起来了 就是我们青岛话讲 就要U起来了 大家吧 U起来了 就比之前的GG3 比我之前那一拳 小 小 小 你现在坐副驾 感觉是不是就 对你的屁股 它不会像以前一样 一直在震动 对吧 像以前GG3 你的座椅 它一直在 U 就那种一直在震动 就好像你六个手机在兜里 一直在震 啊 就那种感觉 现在这个就没有 完全没有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惊喜的 但是如果是日常这样 你看就路上过个这种 小小的这种硬块 什么叫硬块 就小小的这种间隔 对吧 非常非常清晰 但是它过滤路面最基本的那些 就是没有必要反馈给你的东西 就是过滤的比之前要干净的 有点舒服的 这个车 它502匹 4.0排量 水平对质6个行级 唯一一台自然稀奇的 911了 992G 它在美国的价格 配完了基本上的20万左右 至少加价7万8万10万美金 30万加上税什么东西的 30多万美金的价格 这是什么的价格 法拉利 兰博基尼 麦克伦这种超跑的价格 值不值 咱俩不跟这些牌子比 咱们就跟自家兄弟 911 992 TOPO S来比 GT3呢 马力比TOPO S要小 直线加速成绩 不如TOPO S 发动机变速箱呢 也都比TOPO S要老了一代 为什么价格还会这么高 只高不低 就但是为什么啊 都就是为了这个高转自吸发动机吗 就是为了这 这9000转吗 它直吗 就是直吗 我现在打死包了 现在还5000转了 哈哈哈哈哈哈 鞋 它鞋 这什么 这什么 一台老野马 外面还有辆C7 Come on 不管你们什么 暴改头 可尔编的 都追到追到这个了 Let's go Let's go 怎么情况 还没上山呢 怎么就这样了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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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右边 右边 哈哈哈哈 试试一下 试试一下 我觉得就是在 在就是说这种Freeway上 玩这种性能车最开心的试试 就是你会碰到很多 就是大家可能开的是美系 可能开的日系 可能开的德系 可能开的超跑 都一样 我们不会去考虑 你的车价格是多少钱 我的车比你贵多少 或比你便宜多少 没有那些东西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是喜欢车的人 我们一起 也不是说飙车 是稍微踩两脚 交流一下 我听见你的声浪 你看看我的姿态 对吧 然后相互试试一下 OK 然后把速度 捡到安全的速度 我觉得就 这一天就很美好 哈哈 就 但是我不得不说 刚才这台车 没有我打到运动模式 还没有打到踹步模式 然后我手动挡 二挡三挡 这个高转速的时候 真的 我听不到这些 暴改的车的任何声浪 我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声浪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因为就是之前 我看所有992GT3的测评 大家都说 声浪被GPF阉割了 但是这台 北美的GT3 没有GPF 而且很惊讶的是 它比之前的声浪 原厂要炸 要大很多 我之前那台 1.1GT3 我改的Shockworks的排气 已经声音非常大了 这台原厂 分贝跟那个 可以说比较接近 那如果说这台车 再改的话 声浪只会比以前的 几代更炸 更香 小李 我不知道有人说什么 这车太好了 就这个变速箱的浮动性 可玩性 它的耐操性 它就是那个PGK 你知道吗 没有办法跟它媲美 你知道吧 它的极限太高 它浮动性太高 它太随意了 我看很多的车 在这种Freeway上 我想狂暴一下 我想潇洒一下 我想就是夸张的时候 我夸一降到时候 啵啵 想一想 我这样不下去 但是PGK呢 它就是 就这台车 它的乐趣就在 你不用开的多快 你不需要 就是把什么官方3.2秒的加速 有人试测它2.7秒的零百加速排 你不需要把这个东西开车 我现在它一点都没超多 我现在就在Freeway上 轻轻松动的开 周围的SUV还在超着我 但是我比它们嗨的多 你超过呀 没关系 我太喜欢9927第三了 不太好了 我真的没有夸张 朋友们 我真的没有 我两年多没有开到这么一台 让我发自内心的 两眼冒光 然后大脑冒汗的车了 我真的 我太喜欢这台车了 所以我希望这个GPM 这个东西 大家都说 北美是最后的底线了 就当所有的车 在北美都有GPM的时候 那全世界都是GPM 我希望能再晚一点吧 守住这个底线 我很喜欢911GT3 它虽然说中间是机械仪表 两边是电子仪表 液晶屏幕 它显示的就还是乍一看五个仪表 但当你打到track模式 什么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 没了 全都没了 就两边只显示 你最需要的基本信息 然后你就把转手拉高 9000转 为什么跑山有乐趣 因为跑山的时候 你的声量出去 通过山再反射回来 它比赛道你能听到的声音 你要炸的先许 先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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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去啊 我的 那么没了 Holy moly 那个是牛尼 啊 啊 啊 你牛鸣啊 我也不知道我 我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就是 但是我快哭了 已经湿了去了 我觉得G3虽然是赛道离弃 但是 OK 谢谢谢谢 前面撤就让开了 准备好了吗小李 防加速 我不知道刚才停在路边的 这些休息的车会怎么看我 可能如果他不喜欢车的 还是觉得Fuck boy 但如果他是车迷 S2000 如果他是车迷 他听到这个 如果是我在上面 我恨不得赶紧上车跟上 我也不是要抄你 我就是要尾随 听你这悦尔优雅的 以后可能越来越听不到的 9000转升档驾档的升浪 因为这 这才是汽车 最原始的 最迷人的那种欢乐 你看当我开着9000转升浪 所有人都在给我让路 发没发现 所有的家用车都很自觉的到右边 让我走 因为他知道 我在享受这个下午 这个周六的下午 有人是来露营 有的是来爬山 有的人就是来跑山 比如说我 必须要给跑山的人让路 这是对自然吸气的一种尊重 下棋拍C8 拍克尔维棗C8 我刚才就是 你如果故意升档晚一会儿 就会有听到小时候 玩游赛车游戏里面那种声音 等等等等 对吧 你都玩过这种就 虽然说可能多多少少对车不太好 不重要 都不重要 STN在我面前也被我静音了 真的 我现在等前面这些家用车都走走 我再开始车 我真的 这台车9913500匹马力 可能是接下来几周 我们要拍的所有车里边 马力最小的 我先预告一下 但是我还是决定先开它 先把它呈现出来 因为我觉得它在驾驶项 所有它的底蕴 它的技术 真的就保时节 弄911 这些人已经成精了 你知道吗 他们真的成精了 就是 就是根本就 他把这个就是说 喜欢开这种车的人的心里 喜好拿捏了死死的 开着以前的我的机械山的时候 说实话 当时我对车的意见 这种感知能力 对车感的一些感觉 是不如现在的 对 所以说到现在我 回去深造了这两年 再过来 再开这种车的时候 我感觉 我的天哪 它真的 就我一瞬间 就能感觉到它的提升 就是它在比之前的 第三个提升 真的是非常的明显 甚至巨大的 不是说 账面上双叉币 大尾翼 更大的马力 不是这种东西 你知道吗 就它真的能反馈到 这台车身上 不像很多车 我改了这个 我改了那个 我开起来 不如以前了 哇去 这个车真的 我去 你感觉到了吗 你感觉到了吗 这就是一台 啪在地上 不梦不跳的大青鸭 我认为这台车 不用说加价多少钱 是目前 咱们用钱能买到的里边 最能代表着 跑山杀气 赛道杀气 驾驶力气 就最能代表这种 终极的驾驶乐趣的 一台车了 这台车 它把各个 在驾驶项方面的东西 都做到了 就这种时候 就这么简单 你就没有替代评 因为没有车 可以跟它变 至少我真的是这么 这么感觉的 我看了所有的 国外的测评 说这台车多少开 多少开 多少开 我觉得它能多好 是不是有点夸张 是不是掐饭 现在开上 我发现人家 就一点都不夸张 我发现我表现的 冰淀人还要夸张 对吧 就是还要夸张 我本来想很翘的 对吧 给大家平一下这个车 走不得好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有点不敢踩了 刚才说实话 这台车呢 PDK变速箱和手动的变速箱 都是同样价格 都是不用加钱了 就是车主随便选 OK 但是很多人答说 买个G3还买手动 但是PDK真的是快 它比任何的车手都要快 就更不用说咱们这些普通车迷了 所以那你你会怎么选 你会为了更高的乐趣 去选择手动 而为了更好的这种换档 更快速的换档 选择PDK 你会怎么选 我真的想了解一下 包括这个大尾翼 就是其实 如果你不喜欢这么张扬的外观 它是有Torway版本的G3 有小尾翼 升降的小尾翼的 而且据我所说 上一代的时候呢 有40%的车主 选择了Torway版本 就是低调版本 小尾翼 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 就是我认为 你如果都要买G3了 你何必再在乎低调 对不起 你就给它顶起来 不就行了吗 EQS你上来干嘛 你跑山干嘛 EQS 你听听我们这叫什么 这叫升浪 你那叫什么 你那叫顶着电波升的台奏 啊 这叫升浪 哈哈哈哈 当然EQS是个好车 对不起 奔驰爸爸 肚子我喊得我嗓子得牙 哈哈哈哈 但是腰疼吗 腰不疼吗 腰真的不疼 哎 但是就是说 呃 后几辆 呃 大量冒汗 呃 这个此时此景非常的感慨啊 还是这个山 还是这个空地 还是阿泽 熟悉的GT3 新款GT2GT3不过是 熟悉的小李 哎啊 非常开心 真的 我觉得回国两年多再回来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 我会再继续在这边 给大家持续的拍 你们曾经跟我说过的你们想看那些车啊 什么科尔维特C8呀 到期Challenge Demon啊 对不对 呃 老Supra呀 对吧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 你们想看什么 可以继续跟我说了啊 我继续给你们安排 好吧 然后而且我拍一台车 我绝对不可能只是坐在外面 或者坐在车里再看看什么 就聊聊就完事了 不可能 我不管什么车 我只要拍 必须把它开到街上 呲 猛呲啊 然后把这台车真实的驾驶感受到底怎么样 都告诉大家 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虽然现在是短视频流行的年代 但我碰到这种喜欢的车 自己真的喜欢的车的时候 我觉得两三分钟是不足以表达我对它的喜欢 不足以分享我对这个车真实的感觉给大家的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长一点就长一点吧 我就无所谓了 真的就是多大家聊一聊 多大家转一转 没什么坏处 对吧 就是我肯定 我确定肯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 兴趣相投的人 愿意来看啊 这种 我觉得这种观众不需要多 有就可以了 就比如说现在能看到现在的这些观众们 就你们油 弹幕刷个油送给你们自己 嗯 OK啊 毕竟我拍视频其实 不靠拍视频赚钱嘛 对吧 我的车行就 够我狗活了 对吧 买车就找我车行 OK Panda Auto Family We have everything OK 那本节目就到这里 小李啊 收工 下山 我说一句 常常说的那种结束语 我的啊 不好意思 预备开始啊 希望大家关注点赞 转发给朋友看 咱们下期 卡尔维特C8再见 啊 Peace you 哈哈哈哈 Let's go 好不好 真好啊 跑山爽不爽爽 爽 亢不亢奋 我真亢奋 上不上头上头 就是那个头就脑子 脑子顶往外骑去喷水 去惊云那种犯 但是我什么体力 我也年纪不小了 也不是小00后 对吧 我回去路上 我得打到舒适模 是带带步吧 这个时候我发现了 这个车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个同意 为什么不能兼容 座椅通风 我现在我后背 你听老话说什么 怕透了 湿透了 我一点风度都没有 我一会儿到个地方下来 比如说有美丽的小姐姐 看哇哦 红色的宝儿节 怕一弄 一向衣服贴在脊梁上 就不是那么回事啊 30多万的车 我买了 我衣服我贴后背上 我排面了 我后不容易买个车 我让衣服贴脊梁上了 这真的很热 它这个同意吧 我们的空调 你拍下的常年打到最low 就温度已经最低了 完全不好使 因为我是两个 我四肢冰冰了 但是我的后背 它透了 哈哈